哟,我来了,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。 大行情出现的时候,我们很难压住到最好涨幅的币种,即使有幸买中,也可能会在冲高回落中错失一部分利润。 现在,有一种量化交易工具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当下的加密货币市场走得非常强势,按照市场习惯,龙头币种强势过后会开始回调震荡,资金池会溢出到其他币种或者其他板块,行情出现轮动。 这种情况下,最大收益的方式肯定就是买到并拿住一个涨幅最高的币种,只是选中涨幅又高又能躲过回车的币种哪有那么容易。 不过,如果我们把这个币种看成一组币种集合,这样同时挑选数个币种的方式,就要比单一选择压重强势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 如果还能在这个集合中实现一些算法,比如现有涨幅的币种产生利润后,自动兑现利润,还可以用利润再买入其他有潜力的币种等等,这些通过调整不同品种的配置比例以获取更可观的收益。 这种量化交易的方式在加密货币市场有个憨厚的名字,囤币宝,各位可以花五分钟时间了解一下,这可能关乎到你今年的钱包。 囤币宝的策略通过选择一篮子的资产,将投资的风险分散,减少对币种涨跌的主观预测,然后通过调仓策略以达到风险平衡和更高收益。 以最简单的双币轮动机制为例,我们设定比特币和以泰方的持仓室,各50%初始资金都是500优。 如果之后,比特币上涨的速度比较快,涨到了800,而以泰方是600,那策略就会自动卖出100优的比特币去买入以泰方,这样可以保持两种币的仓位比例相等,但是资产已经从1000优变成了1400优。 这个过程中,策略机器人帮我们卖出了涨幅较快的比特币,买入了涨幅较慢但可能会补涨的以泰方,试图博取比单独持有比特币更高幅度的收益。 我们打开OKX的策略广场,找到组合套利菜单,就可以看到囤币宝策略。 点击囤币宝的创建策略,就可以看到两个币种配置的选项,一种是智能组合, 这是OKX通过回测几种币种组合策略在24小时取得收益率的优选组合。 另一种是一些囤币宝玩家长期运行币种组合的收益表现和参数配置。 各位都可以直接调用,只需要点击使用即可。 如果想在这些基础上做一些调整,也可以点击自定义参数,这样就会跳转到手动创建策略栏。 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币种的配置。 OKX目前最多可选10个币种进行组合,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同板块大市值的币种,尽量不要选择山寨小币。 比如比特币,莱特币以太坊就是不错的选择,比例可以选择平台推荐的智能分配,也可以平均分配,也可以自行定义,只需要点击右侧的调整按钮就可以了。 比特币经常是行情的龙头,所以我们仓位配置50%,来特币减半行情值得配置30%,以太坊公链之王,可能补涨,可以设置20%。 初始参数设定完成后,第二个是模式的选择,有比例平衡和定时平衡两种模式。 比例平衡指的是按照币种价值的变化比例去触发平衡,当超过了设定的比例就会触发平衡,策略机器人会每5分钟检查一次持仓比例。 比如,我们在策略中投入了1万优,5000优势比特币,3000优势莱特币,2000优势以太坊,设定比例是大于等于10%,如果比特币领涨,手里的仓位变成了7500优,而其他两种币的价格没变。 那现在我们账户里,三个币种的市值比例就成了60%比24%比16%。 这时候,比特币已经偏离了10%以上的目标比例,于是策略会自动触发平衡操作,卖出价值1250优的比特币,然后用这些利润买入价值750优的莱特币和500优的以太坊。 那我们的账户持仓就成了6250优的比特币,3750优的莱特币和2500优的以太坊,比例还是初始状态的50%比30%比20%。 而定时平衡是根据固定的时间周期去平衡持仓比例,时间可以在分钟和小时两个单位中自由设置,并在偏离程度超过默认设置的30%触发平衡操作。 第三个是投入金额,这里我们投入1000哟。 设置全部完成,点击创建策略,策略就会开始自动运行。 囤币宝的策略里面是指在通过币种的组合产生更高的收益,但是高收益也意味着会有存在高一些的风险。 所以,我们有三个要点需要注意。 首先,一定要对币种的配置有清晰的思路,选择长期有价值的大市值币种,比如比特币。 主流币这些,不要选择山寨垃圾币。 囤币宝是一种取长补短的策略。 如果我们选择到一些垃圾币种长期下跌,即使我们账户中有几个涨幅很好的币,账户也会受到重创。 因为策略机器人会默认你选择的一篮子币种都是优质资产, 它就会不断地卖出真正的优质币种去填补不断下跌的假优质币,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。 其次,要选择同板块或者相近的币种配置。 比如这段时间,AI板块相关的币种都走得很好,币种轮番拉涨, 我们就可以只选择这个板块的币种,再比如就是比特币和市值前几的主流币。 尽量不要不着边际的瞎选一通,容易出现真正有上涨潜力的币种被卖出后, 囤到了一堆长时间不动的乌龟币,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卖飞的币还在涨。 最后要说的是,囤币宝策略创建后,投入的资金会从交易账户中隔离出去,只独立在策略中使用。 各位要注意,资金被转出后是否会给原有交易账户的仓位带来的风险。 囤币宝与网格策略类似,只是囤币宝可以高抛低吸买入更多的币种, 而网格交易只能两个币种间相互交易。 如果我们配置一个USDT这种稳定币,再选择一个以太坊和比特币,囤币宝就成了币币网格策略。 好了,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,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。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,拜拜。 注意,上述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